11月23日 刘德华在《华仔天地》网站发布噩耗 透露父亲刘李去世 亲爱的家人 父亲于20号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开了 感恩 为了悼念父亲 刘德华将网站设置成黑白色 粉丝纷纷安慰华仔节哀 港媒报道指 刘德华父亲已经入院一段时间 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华仔对此回应 宪政处理他的身后事 谢谢大家关心 刘德华没有透露父亲的年纪 而根据资料显示 刘李在1934年出生 小年89岁 据了解 刘德华的父亲刘李年轻时曾做过消防员 后来开了德胜士多小尸杂货店 养家糊口 与妻子育有六名子女 刘德华排行老四 有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及一个弟弟 刘德华从小听话孝顺 成名后力所能及地照顾父母 因为父亲喜欢吃叉烧 曾豪值20万 买华冬烧腊 作为父亲的生日礼物 后来在加多利山大宅安了家 接父母到宅内与妻女共享天伦 港媒报道指 刘李曾在2003年不幸患上膀胱癌 后来到公立医院完成膀胱瘤割除手术 并康复 抗癌成功至今多享福了20年 也算是有福之人 刘德华当年经历父亲患癌 继而参与拍摄《童梦奇缘》诉说父子情 另外 刘德华的兄弟姐妹的处境各不相同 大姐一直住公屋 三姐早年移民 妹妹是教师 弟弟最受刘德华照顾 资产上千万 有传刘德华与大姐的关系不好 但其实刘德华最初出钱出力帮助家人 可惜大姐沉迷赌博 刘德华无力挽回 只能让其自力更生 一直以来 刘德华都非常喜欢带父母参加粉丝见面会 但因为受伤及疫情 已经有五年时间没有再举办成功 上一次举办见面会还是在2018年6月 当时 刘德华携父母太太及女儿出席 也是刘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今年有关刘德华父母的新闻非常少 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 刘德华父母在香港和温田 买下一套3300万的豪宅 有传是首次置业 省下近千万的税款 此外 刘德华女儿2020年12月传出入院检查心脏 当时被医生要求住院 有香港网友在医院看到刘德华的父母现身 陪着孙女做检查 可见 刘里老爷子的身体近几年应该不错 突然去世 令世人感叹失事无常 也愿华再节哀 这是很多人在看到莫斯科行动中 刘德华眼睛受伤那一幕式的感觉 在这个电影中 刘德华又饰演了一个贼 但自从他的女儿被人绑架之后 他所有的追求就变成了找到女儿 并且把他救出来 而且到电影的最后 他为了不想让破坏自己女儿的人逃脱 更是不顾自己的生命 刘德华饰演的角色有血有肉 让人不禁落泪 有记得19年前的《天下无贼》刘德华也是一个贼 但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怀孕之后 为了保护妻子 他选择了跟坏人以命相搏 一次为了女儿 一次为了妻子 他的在这两部电影的结尾都改邪归正 都是为了家人 他不得不再次上演《无间道》 或许让刘德华这样的人看到他的脸 就无法把他往坏处想 所以他终究演不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 罪恶只能在阴暗处舔逃 莫斯科行动中 无论是刘德华饰演的瓦西里 还是黄轩饰演的苗青山 在遇到警察的时候 他们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这种在普通人面前 令人十分有安全感的人民警察 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洪水猛兽 瓦西里和苗青山因为在国内勒索舌头 挣了不少钱 还总能混迹上层社会 但是他们并不能像正常的妇人那样高枕无忧 他们的每一笔钱都是带着鲜血的 并且还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自己的血 后来瓦西里越狱 国内容不得他 所以只能背井离乡 他往莫斯科 苗青山也一样 越狱后 潜逃去了莫斯科 他们因为罪恶 在街上甚至都不敢抬头 因为怕被别人跟踪 所以总是往人多的地方走 因为可以甩掉跟踪的人 瓦西里还练就了一手高超的车技 跟踪和反跟踪的能力很强 当然 他们因为身手好 而且非常聪明 所以在莫斯科很难被抓捕 只要他们小心翼翼一点 警察遇到他们就会头大 但是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 叫做易索毛 他在跟着苗青山抢过一次列车之后 回到了国内 但还没把脏物变成现金的时候 就被警察发现 他只能跑 但他又怎么跑得过有着丰富 抓捕犯人经验的警察呢 所以他被人赃并获 还没有享受成果 就直接呈享受了牢狱之灾 大多数的贼都见不得光 即便是能活在阳光之下 也得谨小身微 然而当一个人犯了罪 一家子人都会受到牵连 见不到家人还算是小 可要是被别的犯人危及性命 事情就大了 所以罪恶并不能成为发家致富的一条路 富也从来不能用身上的金钱去衡量 一家人在一块 面对着阳光去生活 即便是财务开支很紧张 但也远超太多人 并因为一时贪欲 让家人再难强拒 瓦西里之所以能越狱 是因为他把苗青山的罪行供了出来 换了一次不戴手铐去见女儿的机会 但他却趁着此时逃跑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苗青山后来也越狱了 并且对他怀恨在心 于是苗青山把瓦西里的女儿和妻子都抓了起来 从此将瓦西里玩弄于股掌之间 瓦西里因为贪 所以进了监狱 又因为想越狱 让别人对他藏起了祸心 即便是他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无比的后悔 但是又于事无补 只能被苗青山牵着鼻子走 帮他犯罪 除了瓦西里 苗青山也一样 他也是因为贪子当头 总想着干票大的 让亲人跟自己阴阳两格 最后他被抓捕 押送回国 不过他心里也明白 他的女友和干弟弟会来救他 可是在救他的过程中 他的女友和干弟弟都死了 他这辈子本来就没什么亲人 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 母亲后来也上吊自杀 所以他救女友和干弟弟 这没有血缘的亲人 但因为他想再干一票 就让他们也身陷于水火之中 拼着命来救他 其实很多时候 贪欲一上来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了 这个时候的欲望 根本不能称之为正确的欲望 很多事情都应该在 深思熟虑之后再去做的 尤其是这样一个 罪恶的罪名 是让人带着一辈子的事 生活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犯罪也都是在停而走险 万丈悬崖落下便是寓命 我们更不能让家人陪我们一起走钢索 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事过境迁 让自己走投无路的只有贪欲 刘德华今年62岁 但是他的状态竟然跟9年前的状态 差不了太多 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娱乐圈很乱 演员都是吃着红利的 跟那些真正站在其他行业顶尖的人不一样 甚至有人称他们为戏子 但刘德华却是娱乐圈中那一些 所真正有魅力的人 然后我会发现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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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